然后她说妈妈你再借我一下 就是一个礼拜之后 然后就变成已经可以跳到那个很后面了 什么还在等 为公益亮相 小S会大秀一段韩团Blackpink的舞蹈 就是因为最近被女儿徐老三洗脑 一直逼问我说 妈妈你可以买得到票吗 你去问那个啊 你那个什么胸部啊 我说问的是胸部也不见得会买得到票啊 她说她不是韩国人吗 女儿吵着要入场门票 还整天借小S的手机放音乐恋舞 让她苦笑不得 而先前很抗拒大S与俱俊叶结婚的S妈 现在也爱上这位韩国女婿 虽然我妈一下也只会一句韩文 就是other就是儿子 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出来 她讲那个other的时候 那个情绪有多浓 因为就是你就说other就好 她一定要说other 我说妈你会der太长啊 文伟中妻子林慧晶日前晒出 与大S一家人聚会的合照 其中S妈首度与女婿合影笑得相当灿烂 每一天的观察 然后还有她陪伴我姐姐的那种体贴跟用心 就让我妈觉得 就是女儿幸福 她就觉得她就是一个好男人 我妈很容易洗心研究 你知道吗 迈克就是除非是我妈生日啊 或者是有什么聚会送啊 我妈我妈很喜欢很喜欢喝的威士忌 她就会说 哎呦迈克怎么每次送那么好的酒 丈夫迈克送礼收买婆婆的心 聚聚夜则是几乎甜甜下厨 收服一家人的胃 加上住的离S妈更近 关系更加紧密 最初S妈还气得在联书发飙 渐渐对聚聚夜改观的关键就是贴心 现在大S一双儿女 晚辈们也都会用韩文 称呼叔叔 不仅是国民姐夫也在徐家打受欢迎 TVBS新闻叫汉文宏廷泰报道